在下载达芬奇最新版本17之后呢 在剪辑的页面 不晓得你有没有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在剪的剪的突然 你的左边的Player Viewer不见了 那该怎么办 其实即使左边的Player Viewer不见了 你还是可以透过比如说这样子 然后拖曳下来做剪接 还是可以这样做剪接 其实比较麻烦 因为你只能看到一个萤幕 其实有一个最原始的方法 就是当你的这个界面跑掉了 不晓得按到什么按钮跑掉之后呢 你可以来工作区这边 有一个重置用户界面布局 你按下去之后 它就会跳回最原始的画面 不管你怎么乱动 不管你刚刚这边怎么乱动 你按下去这里 或是你这边怎么乱去移动它 那你这边只要按回去这个 它就会跳回去最原始的这个设定画面 那其实刚刚是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刚刚是因为你在操作的过程中 你可能做了一些改变 在检查器这边 就是Inspector这边做了一些改变 所以它就直接把Player的Viewer跳掉了 那要怎么样叫回来了 你再按一下检查器 其实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改变应该是工程师发现 如果你按下Inspector 如果还是有两个萤幕的话 每萤幕相对会变得比较小 在操作上可能比较不方便 所以它做了一个这样的改变 在达芬奇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类似的状况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到Color这边 这是我已经做好的一小段 我把它我先把它整个关掉 你可以看一下 它原来长成这个样子 那我现在第一个Note 我是把它调到很暗 我把它整体的偏移把它降到很暗 那第二个呢我是取色 你可以看到我取它脸上的颜色之后呢 我故意把它脸上的颜色把它变得比较红 第三个呢我又把它调为亮 比较亮 我刚刚说这个按键误触的问题 也不能说它是误触 其实就是你忘了把它再关回来的这个动作 在这里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就是比如说你在这边做完取色 取色的时候你会用highlight highlight来看 你取到这个颜色之后呢 有时候你忘了把这个highlight关掉 你再按别的Note会有什么影响呢 比如说你看到第一个 这个第一个就是我第一个调色的 所有的元素都在这里面 我为什么不是看到整体的呢 那你再来看这个 这个就是最亮的 那就是因为你的highlight没有关掉 正常来说你把highlight关掉 你应该在每一个Note看到的都是 结果的颜色 调的颜色 那如果你把highlight打开 那如果你把highlight打开 你到每一个Note里面就是看到这个Note 调色的结果而已 OK在这个都还没有调 OK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 经常会遇到的这个 误触的问题 比如说我到这个第二个Note 我取完色之后 我又想说我再找一个颜色来取 比如说这个人身上的黄色衣服 我想加进来 那在这个取色里面 我们要限定器里面 或是说实色器里面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来一个加 我们按了加之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人在哪里 在这里 点一下 我是不是就把它的颜色加进来 OK 好 那一样我把它关掉之后呢 我做完别的动作之后 我到另外一个新的Note 比如说这个第四个Note 我又想取这个水管上的绿色 那我就我想说我在限定器 我按了一下限定器 然后我来取 奇怪 为什么取不到 而且我即使开了highlight 还是我取不到 原因就是因为 你刚刚在这个Note的时候呢 你选择加 你没有把它按回去这里 就是实取器 这是实取器加 这是实取器 所以你必须再按回来 你在这边你就可以取到你要的颜色 比如说绿色 OK 还有另外一个经常会发生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边 我们再加了一个Note 弄得过来 好 现在我在这个Note里面做什么呢 我们到追踪器 这里面有一个稳定器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们做一个稳定的功能 让它先计算一下 它做好稳定的功能之后 我又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 我突然回想到说 我来这边做一个脸部的追踪好了 我到Note2做一个脸部的追踪 于是我开了一个窗口 追踪这个小孩 好 那我们又回到追踪这边 你会觉得奇怪 我不是还没追吗 为什么它已经有一个线在这边了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你在这个 第五个Note的时候做了一个稳定 所以你当你回来这么想要做追踪的时候 你要记得再把它开为窗口 这样你就可以去追踪这个小孩子 好 以上就是我针对达芬奇操作上面 有一些雷区 介绍给大家 希望大家下次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可以想一下 是不是我把按键按到别的选项去了 我只要把它按回来 就可以找到我需要的功能 好 谢谢